大家好,我是爱分享美式的托马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奈芒样菜 猪骨头绘酸菜 酸溜溜的酸菜吸收了猪肉的油分 酸中带香 吃一块猪肉,软烂绵香,肥耳不腻 下面我们一起来做吧 首先我们来和面 盆中已倒入200克中精面粉 放入2克酵母 用130毫升温水和面 搅拌到没有干面粉 下手揉成团 放一旁让面显发的,我们来切菜 这是我从农葱买的猪肉 看一下肉的纹理和颜色非常好 然后把肉洗净 这是今天灰酸菜用到的食材 酸菜是我刚从超市买回来的 一般酸菜洗上两遍就可以了 爱吃酸的可以少洗一遍 接着把土豆切成拱刀块 葱切碎 将切碎 蒜切磨 将洗净的五花肉切片 锅里放水 把骨头放进去焯水 水开撇去浮沫 然后锅里放入底油 再放入五花肉炒出油来 再把骨头放进去炒至变色 放入葱 放入葱 姜 蒜 继续煸香 放入花椒粉 大料粉 干姜粉 适量的椰 也可以根据个人Q2的轻重来放 再倒入少许老抽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 放入土豆 继续翻炒 再加入水 一次性把水加够 因为酸菜最少会一个小时 大火烧开 转小火慢会 味道酸菜快熟的时候 把面拿出来揉光 用擀面杖擀成大面片 上面倒入少许油 再撒些干面粉 然后撕起来 再擀开 切成小饼 揭开锅盖 先倒入粉条 再把饼贴到锅边 盖上锅盖 蒸10分钟 直接倒 我们的猪骨头绘酸菜 就做好了 先把饼夹出来 搅拌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做好的猪肉绘酸菜 吃起来酸中带香 猪肉肉多 而无山味 汤少而不干硬 加一筷子酸菜 就着净道的蒸饼 都是上好的家常便饭 如果你也喜欢 快来试试吧 这期视频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吧